想要知道兩個人連結的秘密嗎? 那這一集的影片 你可要把它好好的看完喔 哈囉各位DanceFacial無動魂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Rex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國標小學堂的拉丁技術篇 今天我們的主題會放在我們的Connection上面 Connection上面我們就是叫做雙人的連結 有時候像有一些老師們在教學的時候 會跟學生們講說你要跳舞啊 你要把舞跳舞 你要記得你要學會借力使力這個詞 然後我一聽到借力使力 那我就心裡面就覺得 什麼叫做借力使力啊 那其實實際上那一位老師講的意思就是 我們常常在講的雙人的連結Connection 那當我們有Connection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使用到對方的動力啊 然後身體的重量去協助我們 去完成我們的舞步 甚至讓我們的舞步呢 看起來會更有效果 那所以其實在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國標舞裡面相當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因為我們國標舞就是雙人舞的部分 所以既然是雙人舞 我們一定會有彼此的默契啊 然後身體的能量的那種交換 然後去產生出來 所以我想這堂課呢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學習 因為只有這樣子齁 你才可以真的學會 如何跟你的舞伴去做對應 去做連結 那在這個時候呢我想 要給大家的第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的Meeting Point 我們要邀請Selena老師進來協助我 然後我們歡迎Selena老師 我們帶這邊 我們帶這邊 好 剛剛我們在跳舞的時候呢 我們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當我們跟我們的舞伴之間呢 我們會有一個點叫做Meeting Point 我們叫做會合點 好會合點呢 就相對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處在我們兩個人的身體的中間位置 那在Rex老師的解讀裡面呢 我會把它叫做Contact Point 然後叫接觸點 為什麼會合點跟接觸點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當我們在這樣牽起來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個手這個時候在我們兩個人的身體中間 然後呢 我們會逐漸的靠近 所以它會保持在我們的身體中間的點上 然後我們逐漸的遠離 但是手的位置呢 還是在我們身體上面 那我們在跳舞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只是單純的什麼 Open Hold 就是開式握持 其實我們也有B式握持的部分 所以當我們在這樣跳的時候 我們的B式握持 其實我們還是不斷的有什麼 有連結然後產生出引導的力量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Rex老師在告訴你的時候 我會希望我們從 把Meeting Point這個想法轉換成什麼 Contact Point 也就是說只要我們的身體有接觸 我們就應該會產生我們的Connection 輕或重而已 你可以輕一點也可以重一點 那所以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這個時候跟我的舞伴的Contact Point 就是接觸點在哪裡 那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當我們在產生連結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的存在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當我們的接觸點的時候 它必須要怎麼樣 力量相等但是方向相反 好這個很重要喔 力量相等方向相反 什麼意思 如果說我們今天我們 請大家看喔 我們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有產生出反方向的力量了 但是你應該看不出來 然後我們產生同方向的力量了 你也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力 因為我們的力量相等然後方向相反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時候手裡面呢 已經產生了一個靠近跟遠離的這個感覺 靠近跟遠離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那個細微的變化 那細微的變化其實是相當相當小的 所以你在那個當下 你沒有透過 你沒有透過學習 你是不會知道說 這個時候我們身體裡面的 連結的力量到底是靠近還是遠離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在我們的會合點的這個部分 我們的力量是相等的方向 非常是相反的 老師以前在學跳舞的時候 都會想說 你這邊要Push 你這邊要Pull 這個想法 我希望大家改一下 改變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通常來講 我們聽到Push的時候 我都想說 我就直接把女生給推走 或是我今天Pull的時候 我就把女生給拉進來 Sorry 那就代表什麼 我的這個力量呢 是來自於我的手的移動 那你可以看到 當我這樣動的時候 我們兩個的那個會合點 就開始在晃動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保持這個會合點 然後呢 我們力量相等 然後方向相反 所以我們這時候會產生什麼概念 我們把 推跟拉 就是Push跟Pull的這個概念呢 轉換成什麼 勾住的 跟抵住的 看到嗎 當我們身體的重量 Away的時候 就是當我們身體重量遠離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勾住的 我們身體重量靠近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什麼 抵住的 我想這個事情是蠻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接下來當我們在跳舞的時候呢 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希望我的連結的力量 就是我的Connection的力量呢 是框架對框架的 框架對框架的 什麼意思就是神力老師可以請你這樣子嗎 好 對對對 他維持住他的框架對不對 然後呢 我給他一個力量 然後 我給他一個力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時候 他就是整個 整個身體 整個身體 在跟我做什麼 一點點解抗 對他整個身體在跟我做解抗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要進入到什麼 我們的手 對手的感覺 當我們在這樣open hold的時候呢 我們要記得elbow 就是手肘的存在 手肘的存在 因為我們在跳舞的時候 我們要記得一件事就是 你的手肘基本上會 等同於你的框架 如果你今天你的手肘是鬆散的 你的框架就不存在了 但是我把我的手肘給拿起來 你可以看到我的框架 就會相當相當的明顯 所以當我們在這樣跳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手肘的存在 所以當我們靠近的時候 我手肘的力量 男生跟女生手肘的力量也是 相向到我們的接觸點上面 我們離開的時候 我們手肘的力量也是一起離開 我們並不會產生出什麼 離開 我自己離開 但是我手肘跑掉了 沒有 我們手肘的力量還是維持著 所以當我們在這個概念上面 就是我們要領導的時候 是框架退框架 可以嗎?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樣連結的力量 所以 這是我們的第三個要點 就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是框架對框架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講的事情是 當我們產生出捷抗的時候 我們捷抗力量的來源到底在哪裡 捷抗力量的來源到底在哪裡 這個地方有點困難 但是請大家稍微去理解一下 就是比如說我們現在我跟Selena老師 我們做一個side by side的搖擺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當我靠近的時候我可以 我解抗的力量可以來自於我hip的這個重量 可以來自我hip的重量 然後呢又或者我解抗的力量可以來自我的upper center 就是上身的位置 來自我上身的位置 可以嗎? 你會發現這畫面已經不一樣了 但是我手上的連結的力量其實都是一樣的 只是我今天選擇我用我的hip去產生捷抗 或者是我今天我用我的hip去產生connection 或者是用我的body去產生connection 甚至如果我們今天兩個人都固定住不要變 我們能不能夠用我們的脊椎 脊椎去產生什麼? 捷抗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是用我們的脊椎去產生勾住跟抵住的力量 當然這樣看起來有點硬 但是其實有時候比如說像我們在跳的時候 我舉個例子說我們在跳singapetit and 2 3 and 4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利用脊椎產生出結抗的力量 所以讓我們整個身體是很快的很快速的移動然後停住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我們在這樣跳舞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細細的去想一下 是用我的hip跟我乳半產生連結呢? 還是用我的身體跟我乳半產生連結呢? 還是我是用我的脊椎產生連結呢? 還是我是用我腳底板的重量去產生連結? 所以當我們這樣理解完之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的連結的方式跟連結的力量的來源有相當相當的多 那這裡就是我們跳舞之所以會有趣的地方 你會有很多很多的點 你可以去發現你可以去啟發 基本上這堂課呢 我就是給大家一個雙人連結的概念跟想法 那我們再重複的為大家提醒一次 我們第一個點呢 就是我們的meeting point變成contact point 就是我們接觸點的存在 請大家去注意這件事情 第二個點就是我們的力量要相等 但是方向要相反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勾跟底的力量呢 取代了推跟拉的這個想法 那第三個點呢就是 我們要用框架對框架 就是你的elbow對你的elbow的方向 這個是也是蠻重要的 那第四個點就是我們利用我們的body weight 就是你可以利用你的各個身體的部位 去產生相對應的連結或是解抗的力量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我們在跳舞的時候 我們在跳雙人舞的時候呢 我們產生出連結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我希望大家同學們呢 你可以先建立起這個概念 那之後呢 你在跟你舞伴在練習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如何使用到對方的身體動作 身體重量 然後產生出更有效率 甚至更漂亮的舞蹈的形狀 今天我們的這一堂課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你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的下方呢 還有一個超級感謝的按鈕 非常歡迎大家給我們一些小額的贊助 如果你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們都會盡速的拍影片來回覆你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拍一個short 就是那種短影片 那你也可以隨時進到我們的頻道裡面去看喔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謝謝你的收看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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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